世界被带给我们的激情还没有完全吞去,这个夏天就已经快要接近尾声,欧洲各大联赛的休赛期基本都已经结束,今天晚上,五大联赛中竞争最激烈,最具有商业价值的英超联赛就将开打。 本赛季的英超金木战将由上赛季的亚军红魔曼联,坐镇主场迎战来切磁特城,今年是茉莉尼奥入主曼联的第三年,不同于前两年在转会市场上一只千金,好够球员,这个夏天曼联在演员方面显得低调了许多,没有再出现前两年那样的大手笔。 在这个休赛期,曼联紧接引进了巴西侯妖弗雷德,葡萄牙小将达洛特以及替补曼将格兰特,寥寥无几的影员,引发了莫里尼奥和俱乐部管理层之间的矛盾。 在最近的一个多星期里,莫里尼奥已经三次在公开场合,表达了对于球队影员工作的不满,认为俱乐部没有按照自己的要求引进合适的球员,对于莫里尼奥的抨击。 曼联管理层也明确做出了回应,不会一架顶进能力不足的球员,曼联这个夏天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友谊赛,先后战停墨西哥美洲,圣河赛和AC米兰,随后又输给了绿物浦和曼联。 仅有了一场胜率是战胜狂马,虽然球队基本已进步阵容出战,而且都是以演练战术,磨合阵容为主。 但是取得这样的热身赛成绩还是让球迷们感到非常不满意,不过更让球迷们感到担心的是,最近又爆出了球队中场核心,伯格巴要求转会的消息。 前不久巴萨提出球购伯格巴,这让伯格巴蠢蠢欲动,无心流队,虽然曼联已经拒绝了巴萨的交易请求,但是伯格巴显然已经在冲进前往诺堪普,无心流在老特拉福德,曼联在修赛期的平庸表现,以及引游工作的不利,核心球员陷入转会留言。 再加上莫里尼奥与管理层之间越来越公开的矛盾,这些因素掺杂在一起,给曼联本赛季的前景,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。 今天晚上,曼联就将坐着老特拉福德银站来切丝特城,球队面临着更大的问题,是人员不整,阵容残缺,马蒂奇,法伦西亚,罗梅罗,埃雷拉等球员都因伤无法上场, 而卢卡库,贝兰约和林佳德等参加了世界杯的球员都是最近才回到球队,能否以最佳状态登场还是一个未知数,因此曼联今晚主场面对来切丝特城的比赛,将遭遇极大的困难,很有可能遭遇开门黑。 因为莫里尼奥作为世界独坛最著名的主教练之一,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哪支球队待过三年以上,因此也获得了一个莫三年的外号,今晚曼联如果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开局,恐怕会给莫里尼奥本赛季的执教来下一个巨大的隐患,难道莫三年的魔咒就要应验?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。